千叶罗德队监督井口资人,特派记者陈志曲社特派记者罗志鹏,十元岛报道日值罗德今年补禁两大洋炮布兰登·莱尔德和肯尼斯·巴尔加斯,就是着眼提升团队长达火力,罗德监督井口资人表示,去年全队只有井上勤栽打得好,今年找来两名洋炮,莱尔德过去在日值有实际。 巴尔加斯则是波多黎各冬季联盟MVP,两人值得信赖和期待,去年罗德团队打击有多糟,数字会说话,143场例行赛只出现78轰,羊连最差,团队打击率2×47,平均每场得分3.6分,在羊连排名倒数第二,莱尔德和巴尔加斯的加入,渴望有效提升团队打击火力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31岁莱尔德过去效力火腿4年,和羊带刚是队友,曾夺2016年羊连全蕾打王和日本大赛MVP,4年累计131轰,打击率2×40,去年球季结束离开火腿,本季转战罗德,和旅日左头陈冠宇成了队友。 28岁巴尔加斯是波多黎各级羊炮,主手一蕾,打击才左右开弓,身高196公分,体重131公斤,身材十分高大。 2009年加盟明尼苏达双城,2014年升上大联盟,待在大联盟四季累计出赛236场,敲出35轰,打击率0.252。 今年加盟罗德,日前巴尔加斯放化药,敲午时轰,千叶罗德对肯尼斯巴尔加斯,特派记者陈志曲设阳炮布兰登莱尔德,资料照,记者林振昆社还想看更多新闻吗? 欢迎下载自由时报APP,现在看新闻还能抽奖,共7万个中奖机会等助你。 iOS 赛点,https,双斜杠,qoo.ql-qc70r,赛点,https,双斜杠,qoo.ql-vjf3lv活动办法,https,双斜杠,draw.ltn.com.tw-slot下话线,v8斜杠已经按,了,谢谢,相关新闻。 by bwd6